到了入学的年龄 自然就要到学校上课 但是可不是所有国家的孩子 都像你我一样幸运 都有机会求学 在南美洲国家委内瑞拉 就因为治安不静 老师当街被枪杀 或是因为粮食危机 民众必须耗费长时间排队买食物 以致一些老师没办法到学校教书 老师没到学省空等 整个校园空荡荡 十四岁的委内瑞拉中学生 玛丽亚带着满心期待上学去 她希望今天学校有老师 至少给她上一堂课 她就满足了 但事与愿违 早上七点的美术课 因为老师病了被迫取消 接下来的历史课 也因为老师需要排队买食物 无法赶到学校 而同样临时取消 更别说是上体操课了 因为体操教练在几个星期前 就中枪身亡了 既然没课 学生们就待在学校 等放学时间到 一些学生闷了 索性赌博 是的 因为能源危机 加上货币严重贬值 民众必须耗费长时间排队买食物 使得一些学校没有老师去上课 文内瑞拉自去年12月开始 就因为学校没有老师 而取消了16个上课日 除了没有教师 学校也严重匮乏硬体设备 一些课室 甚至连基本的桌子椅子和黑板 都没有空荡荡的 尽管上学路障碍重重 但这里的孩子很知足 只要有机会上学 就已经心满意足 NTV7综合报道 做 knocking 实际阅